背一百篇古文 你就有能力写文也文 年轻的同学 四十岁以下的同学 应该认真去努力 要理智 佛法里面讲法心 要成就自己 用一个星期背一篇 一年五十个学期 两年一百个星期 两年就完成了 你就把文字的障碍突破了 中国文英文这个障碍突破了 两年的时间 然后 中国估计这么多 从哪里想入手 哪里入门呢 入门的东西 我想了很多年了 大概总有十几二十年了 从哪里入门 我想的很多 非常难得 古人已经替我们做好了 唐太宗 替我们做了一本书 《群书之药》 这一部书呢 片中在正值 就是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平平洋 这本书 找到了 我天天在想 就有人呢 送给我了 我感到很压抑 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它变成可能的 另外就是 四库全书的药食 古人也做了 过修之药 四库全书 惊死自己 它把里面重要的东西 汇集起来 编成八册 你看 一千四百尺 一千五百尺 现在变成八尺 这一部书 你要是读了之后 你会对中国传统化 产生深厚的感情 你会有无比的爱好 发习充满 然后你可以 在四库里去选择 你需要的 下十年功夫 十年之后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流的 权威的汉学家 如果这个世界上 能有二十个这样的人 我们中国文化的沉船 就没有问题了 会不但沉船 而且会发扬广大 能够拯救社会 能够拯救人类 能够拯救地球 所以我劝勉 年轻的同学 最好二十岁开始 三十岁就成就了 你看 孔老父子 受悟由止于学 三十而立 三十成就 释迦牟尼佛 十九岁出去参选 也是三十岁 啃悟 悟后之后 就教化众生了 一生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他让人家七十九岁 圆基地 如果我们遵照 经典来学习 经典的教训 我们都能够做到 经典里面讲的道理 变成我们的自己思想 间接 这就是入佛之间 这是无比殊胜的成就 我们应该要继续 感谢观看